这里是蒙同社 每三年举办一次的第七届国际码头琴大节 于7月16日至22日在南戈壁省达尊扎德市举行 本届国际码头琴大节的开幕是在达尊扎德市音乐剧剧园举行 蒙古国家码头琴乐团全体演奏家 南戈壁省音乐剧剧园的艺术家 码头琴演奏家以及长调歌唱家们都参加了开幕式 在蒙古国总统胡鲁乐苏赫的赞助下 第七届国际码头琴大节首次在地方举行 大节期间将举办国际码头琴演奏家大赛 国际码头琴爱好者大赛和国际码头琴家人大赛等比赛 约有170名参与者参加今年的国际码头琴大节 这对推动码头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码头琴是从成吉思汗时代传承下来的乐器 我很高兴看到从蒙古国总统到普通人 都在遵守并宣传码头琴 南戈壁省是以码头琴发展领先的地区 这里诞生了许多与码头琴相关的名人 为了推动码头琴的发展 该省定期举办全国性的码头琴比赛 本节大节的亮点在于 总统办公厅、文化部、国家爱乐乐团 蒙古国家码头琴乐团 以及世界码头琴协会首次在地方联合举办 南戈壁省共有31名艺术家参加此次比赛 其中两名艺术家参加专业项目 27名艺术家参加爱好者项目 另外两名艺术家参加匠人项目 来自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码头琴演奏家 学生和爱好者纷纷参加本节大节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居住的蒙古国 专业码头琴演奏家也在所在国进行培训 同时这些教师们还带着他们的学生一起参加此次大节 li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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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没什么话